不得不说如今秦肖贤可以说是德云社的流量之王 虽然前几年被师傅系称为德云社网红艺术家 但如今的秦肖贤成为真正的德云社顶流 得到师傅的认可 12月31日是肖字科拜师三周年的日子 秦肖贤发文 拜师三载 愿不负师恩 并配了一张师傅郭德纲在导戏的照片 随后师傅郭德纲转发并配文 好孩子 看到这一幕 不少网友表示 老秦的努力终于得到了师傅的认可 如今已经能摘掉网红的头衔了 众所周知秦肖贤作为郭德纲相声门的徒弟 但因为相声基本功不扎实 遭到了不少网友的吐槽 发文表示秦肖贤得不配位 说相声一点也不可乐 因为短视频平台爆红网络 就连师傅郭德纲都调侃老秦 为相声界的网红艺术家 听到师傅的调侃 作为队长的孟赫棠 也是帮忙打掩护 我们也是规规矩矩 说相声 网红干嘛啊 虽然当时的秦肖贤已经火得一塌糊涂 就连千大爷都在节目中 直言要知道秦肖贤能这么火 都想给他磕一个 但因为相声基本功不扎实 老秦也遭到了不少粉丝的谩骂 还接到不少黑粉的电话 一时间让秦肖贤受到了不小的打击 甚至不敢上台说相声 就像烧饼说的那样 秦肖贤虽然没有我们这么多年的经验 却背负了比我们还要多的骂名 这个很难 这一季最了解的应该就开始了解他了 因为原来我也不在一顿 也是跟您一样从网上看过他 但是这一轮我发现他挺不容易的 他没有我们这么多年的经验 但是他背负了比我们这么多年经验 还要多的骂名 这个很难 他也挺不容易的 看到秦肖贤如此的艰难 作为师傅的郭德纲 看着也非常的难受 从而也非常的宠爱秦肖贤 在斗笑社中公然地为秦肖贤作弊 在直播时让秦肖贤坐在自己身边 帮秦肖贤追星 这一系列的动作都能看出 郭德纲对老秦的宠爱 在斗笑社中 郭德纲也为秦肖贤证明 从节目中能看秦肖贤的进步 不单单是网红 希望秦肖贤继续努力 我看好你 其实通过这个节目 咱们就知道秦肖贤不是一个单纯的网红 开始可能是因为小孩不寒险 观众也有人捧 站在那儿就如何如何了 但是通过这个节目 看得出来他是有进步 所以说继续努力 看好你 郭德纲不但在口头上鼓励秦肖贤 也付出了行动 在喜剧人的舞台上 郭德纲就曾表示 虽然秦肖贤相声是从小开始学的 但秦肖贤在相声舞台上并没有尽善尽美 相反在小品表演上 能够快速地进入角色 更加轻车熟路 以后要是演戏的话 能够出些成绩 秦肖贤也是成为 德云社第一个带着生命跨界的相声演员 不得不说 郭老师看人真准 自从跨界以后 秦肖贤可以说一路高歌猛进 第一部电影就获得了央视六套的电影表扬 更是获得了最佳新人奖 除此之外 秦肖贤在综艺节目中也是如鱼得水 不但参加了顶流综艺跑男 还成为了众多综艺的常驻嘉宾 带火了一个又一个综艺节目 成为当之无愧的顶流明星 从德云社的网红艺术家 到如今的顶流明星 秦肖贤也没有辜负师傅的期望 虽然在相声的舞台上没有做到尽善尽美 但作为一个演员来说 秦肖贤没有让师傅郭德纲失望 这一点从郭德纲转发秦肖贤的发文 就可以看出来 反过来说 自从老秦跨界以来 他所表现出的教养和素养 也没少给师傅郭德纲增光天才 也给师兄弟带来了很多客串的机会 像是网红艺术家已经成为过去式 如今秦肖贤已经成为德云社的顶流明星 期待秦肖贤在演员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将德云社发扬光大 带给大家更多的欢乐和更好的作品